欢迎您在这个星期六的傍晚如约而至 这里是新闻当事人 我是孙朴 上周五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 第三季终于强势回归 五祖加盟节目的亲子终于浮出了水面 除了刘烨 刘诺依父子 胡军 胡浩康父子 林永健 林大俊父子 还有夏克力 夏天妇女之外 拳击冠军 邹世明和儿子邹明轩的加盟 也让人感觉眼前一亮 两人在节目当中的表现 更是让观众是大呼惊喜 在昨晚的节目当中 这对父子又一次以萌萌的表现 成功地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 那么到底在妻子和孩子的眼中 邹世明是个怎样的老爸 他又为什么会来参加爸爸去哪儿呢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在贵阳老家专访了邹世明 并且全程记录了这个幸福家庭的一天 1 2 3 我们就玩游戏了 7月13号 因为台风灿红的影响 航班取消 原本要去上海参加宣传活动的邹世明 不得不取消原本的行程 不过他的内心却有点窃醒 因为他终于有时间 兑现带孩子去游乐场的承诺了 我平时也很羡慕他 我说我蛮羡慕你的童年 然后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一些经历 我们也会带他去奥运会看吧比赛 然后会带他到各个世界角落 我觉得孩子就应该去多看世界 然后多去感受 这样他的童年会更多的回信 如果不是爸爸去哪儿 很多人对邹世明的印象 还停留在那个个子不高 在拳击场上奋力拼搏的拳击手 我是周世明 我有个儿子叫周明轩 他是一个非常天真 可爱 而且不是一点点倔强的小萌男 我们下车 慢点 等爸爸 等爸爸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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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姐姐好 哈喽 哇他转得好帅哦 和大部分嘉宾一样参加爸爸去哪儿 是邹世明独自带着孩子的第一次旅行 那要参加这个节目的话 尤其是已经看了第一季第二季 你做了那些准备吗 妈妈走之前会去准备很多东西 给孩子看的书啊 还有蚊虫防晒的啊 各方面衣服啊各方面的搭配好 就怀着一颗期待的心啊 然后能够在节目组里面去接受各种挑战 我想我知道 爸居然这个节目肯定不会让你这么舒舒服服的 肯定会给你一些经历的磨练 但是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虽然已经知道这趟旅行会遭遇各种挑战 但节目组出的难题还是让邹世明史料不及 为了完成任务 他甚至已经顾不上硬朗的形象了 我差一点 差一点 继续继续 差一点点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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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一点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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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吗 这和平时的训练生活比较好 以前我们在国安队或者是我们自己现在打职业 我能做的就是吃好睡好练好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要靠团队来帮我去做 去帮我负责 我也不用去管去找 我只管找教练 然后到我的训练房 但是到了村里面 我只要跟轩轩在一起 出发的那一刻 要照顾他的情绪 也要照顾自己的情绪 然后我们两个高中上面 可能要有达到一定默契 但是孩子有时候他是 不受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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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睡觉下午 闹觉又想玩 那时候是最抓狂的 与别人不一样的是 参加爸爸去哪儿是周世明很早就有的想法 看完第一期节目后 周世明就主动申请过 但当时因为轩轩年龄太小而被搁浅 当导演组通知他来参加第三季节目 周世明兴奋极了 甚至为此延迟了拳击比赛的时间 说话说话我还是一个在军人员 我明明我七月份有一场重要的比赛 但是我为了他我可以把它推后 推后到十月份 我参加完这个节目 我再进两个月的封闭训练 我再去比赛 我还毛退之间 我说我想去 我很想参加这个节目 希望你们能够要求我们去参加 所以说一得到 节目组的电话邀请的时候 我说我好很开心 或者像节目组表达我们的一种感谢 因为有很多机会 真的是能够给孩子在一起的这种 这种岁月的增长 我觉得很幸福 我们对孩子去参加 好 不知道打结的地方 你也知道打结了 打结的地方就是经常不洗 这两天没有给你洗 昨天你不愿意洗头 所以洗完了就不打结了 你看你看这水都黑了 今天多少泥巴在头上 你看水冲的色眼啊 采访中邹世明每每聊到 陪伴孩子的话题 总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遗憾 从小接受拳击训练 邹世明已经习惯了独自忍受 觉得受伤并不是什么大事 儿子吃饭的时候摔到地上 邹世明也不会去抱 过去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交给老师 他就转身离开了 如果不是参加爸爸去哪 邹世明可能很难有机会 全身心地陪萱萱玩耍 完完全全就是我们打拳打了20年了 天天再重复一件事 参加过三级奥运会 拿了两块金牌 但是我们对家人孩子缺失 这些东西 用金钱买不快的 完全人生只有一次 我不想错误 这是中国选手邹世明 他继北京奥运会之后 未免成功第二次 他第二次登上奥运 金牌的拳击领党牌 我儿子有一段时间是看着国旗和爸爸 真的 他就是我妈妈 我们家有时候穿一包一包 上面会有一些我老公 他们对礼的衣服 就会有国旗 然后我儿子就会爸爸爸爸 就这样 真的 事实上玄玄在家里更多的是 得到母亲的陪伴 因此 当邹世明决定参加爸爸去哪儿的时候 妻子染影影很不放心 其实我开始还挺忐忑的 对 因为其实生活当中 爸爸是对他的职业非常非常地执着 但是跟孩子的生活交流 我觉得相对还是少一些 就是而爸爸呢 就是运动员嘛 就是对生活细节方面 比较粗一些 以前到哪儿 妈妈 妈妈醒来一个一句话 也是妈妈 然后妈妈不在 然后看到爸爸才想到爸爸 但是这一次是完全 你醒来 然后他或者习惯了 妈妈 哦不是 不对 爸爸 对 今天差不多走了五六公里哦 五六公里 五六公里 看到让染染影影有些不太习惯了 她回来有一天 我就叫她躺过睡觉 我就静静地看她 我就很想她嘛 就一直盯着她看 她忽然就睁眼了 然后看着我 爸爸 啊 哦 妈妈 就我觉得这个角色有一点变了啊 然后上厕所 以前都是妈妈我好了 然后其实她喊了 就是爸爸擦屁股 对 对对对 有变了 你快 你快 你要赢啊 好 不能输啊 好好好 你要赢 你要快 你要 你要 你要跟铁鸡的爸爸一样的 好好好 这期节目中 在导演组设定的抠玉米比赛环节中 五位爸爸有四位落败 其中就包括拳王邹世民 原本是个非常简单的小游戏 但是邹世民的儿子邹明轩却不干了 在现场哭闹 不允许爸爸在比赛中失利 没关系 爸爸也会输的 但是输了以后 我们还 我们还会再站起来 没事没事 我要你再来一遍 我要爸爸 我要爸爸爷 啊 怎么了 我要爸爸爷 我们这轮加赛一场 我们比成绩 无奈的村长李锐 只好增设一轮拳击比赛 邹世民取胜 邹明轩这才露出笑脸 看到邹明轩的表现 不少观众都提出了疑问 难道世界冠军家庭的孩子 得失心都比较重吗 我去座一下 去座一下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经常把爸爸我们要赢挂在嘴边上 这是平时对他的一个教育 他还想 平时我们就说 爸爸要去比赛了 你要给爸爸打气 爸爸你要赢 那肯定这是很正常的打气 对吧 对 不可能说爸爸 你别去输了 你去输吧 不可能这样做 但是现在我们通过 因为陪他在身边少 然后通过一些游戏 可能表现出 爸爸 阿姨输了 他会伤心 他会 有一天我是 打完比赛以后 全脸是肿像猪头一样的 眼睛 肿成一条线 我一会躺在嘴边来 我就抱着他 他说 爸爸我好心动 我说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他说你去上台 比赛一开始 我就担心别人会打你 他那时候才三岁 多一点 他能说出这种话 我觉得他就很老心 他可能会觉得心痛爸爸 他可能当时他哭 并不是觉得 爸爸输了比赛 他是可能心痛爸爸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 只要输了比赛 会被打 会打惨 从妈妈的角度来讲 会发现 先生有什么效果 他觉得 比如说中间有很多环节 说爸爸是冠军 所以爸爸要赢 爸爸你要赢 因为他觉得 好像还是在代表 中国人的那个意思 我觉得他这方面 他也是有 有一个礼物 其实他也懂 只是在那种环节上 他那种感情又来了 所以我希望 他在更多后面的环节上 给爸爸讲 也要故意说几次 也要让他来鼓励你和安慰你 还要让这个民歌放手 比如说我们这时候 我们也会 故意给他一些挫败 就让他去失败 失败以后 他给你也会 我怎么 我就告诉他很正常 每个人都会失败 再来一次 然后再给他设置一下 快成功了 你看为什么你成功 因为你刚才失败 所以就 我就会给他做一些 这些教育 子成副业 萱萱 向拳王老爸 发起挑战 他曾经很痴狂的就是 必须要带拳道睡觉 然后醒来 要带拳道 每天基本上 要打我半小时 天真无邪 老爸为萱萱的真情流露点赞 打死你 他可能内心里面那种 纯纯的那种喜欢 我觉得肩 éléments 轻轻门 热面 更为了 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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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不不不不 松鼻 celebrate 拳击手 是个有些悲剧色彩的职业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 集市锦赛奥运会 全运会亚运会冠军 于一身的邹世民 已经是中国目前最伟大的拳击手 他在拳击赛场上的风光无限 无疑对儿子邹明轩 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儿子的眼中 自己的父亲就是超级英雄 邹世民以此为傲 在儿子邹明轩心中 英雄情节十分浓厚 他喜欢看变形金刚 蜘蛛侠 钢铁侠 邹世民聪明地 用英雄不会哭的理论教育儿子 男孩子不可以哭 在儿子四岁生日的时候 邹世民在网上购买了 这些英雄人物的衣服和道具 请了朋友扮演儿子心中的偶像 为儿子庆祝生日 2014年邹世民参演好莱坞动作大片 变形金刚四 短暂亮相却吸粉无数 儿子邹明轩每次看到电影中的老爸 都会骄傲地说 我爸爸是超级英雄 知道爸爸要去变形金刚了 然后他每天都在 爸爸我要看 因为当时在美国首映 正好是他要生日那一天 正好他三岁生日那一天 然后他说 我就每次就看他那个广告牌 然后叫他 我要看《Transformers》 然后第四集 我爸爸会在里面 好 当天我们带他去了 睡觉 打圈 睡觉 打圈 拿我一圈 拿我一圈 别怕 邹明轩从小就继承了老爸的运动机 经常喊着要打拳 还像模像样的学了不少招式 图在哪交流 好像跟别的爸爸和孩子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睡前两个人要打一架是吧 对他曾经很痴狂的就是 必须要带拳道睡觉 然后醒来第二天要带拳道 每天基本上要打我半小时 把你KO了是吧 对 他就身上 大家从第一期就感觉看到 他是个小胖子 他是跑的 是个胖子 其实他真不胖 很壮 对 然后他身上的肉都是很 有肌肉感的那种感觉 很扎实的 所以说他的身体里面的每一个Energy 就是很活跃的 你从醒到睡那会儿 他是不停的 所以说有时候我必须要 让他打半个小时 让他消耗他很多的体力 然后他才能消停 所以说那段时间 我基本上也是他的肺炼 你帮我打拳 好 我真的要帮你打拳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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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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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2 3 2 3 3 4 4 4 5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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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5 5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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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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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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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6 9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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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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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9 我亲自走走路的 我亲自走走路的 周世民清楚地知道 参加这个节目 势必将儿子暴露在公众面前 让儿子面对观众的评价 甚至是过于严苛地分析 很多的爸爸可能会考虑 很多很多的元素 并不愿意带孩子 参加这样的真人秀节目 对 我觉得 我是觉得这是一把双刃剑 你引导的好 或者是你给孩子 然后留更多的展示空间 让他去经历很多东西 认识更多的朋友 开播自己的眼界 这是很好的 但是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 但是我觉得 这些负面的完全要靠家人 去怎么引导他 会担心他以后 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明星的感觉 不可能 我不要跟他这样讲 因为我只会告诉他说 你拍了这个 是因为你去参加了这个节目 然后大家看到了你 所以喜欢你 你不是明星 你永远都叫周明轩 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 周世明与妻子有着共同的认识 从小就给予儿子相对的自由空间 以及选择的自主性 周世明解释说 这样的方式与自己的童年经历 有着重要的关系 大家都觉得你们父子俩真的是神相似 尤其看那个小的时候的对比照片 所以他的这个好动的基因 是源自于你吗 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吗 我其实我是在家里面很乖 因为当时家教很严 你必须坐有坐向 然后要懂礼貌 但是一挂上门出了门 哇就爬墙爬树 然后但是小时候肯定被压抑 然后家里面就说 你必须要坐有坐样 走样走样 然后可能家里压抑完了 然后就出门就全部释放 但是现在我觉得孩子你该疯一疯 你该玩一疯 你童年就是这样 就是你的 你这种任性的这种年代 就让你该该怎么就放 我没有太多的过多的去压抑他 1981年周世明出生在贵州省尊义市的一个山区县城 他的父母供职于一家为支援三线建设而成立的国有军事单位 而他则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他的母亲是一位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氛围中长大的新中国女性 性格倔强却又不得不围着家庭打转 他的父亲则总是扮演老好人和工作狂的角色 周世明的童年有些压抑 武术和拳击便不自觉地赋予了浪漫的色彩 成为了某种自由和尊严的象征 只要学会电视里张三丰 成龙 泰森的那些本事 不但各自挨也不会被欺负 也能够让母亲对自己更加喜爱 他的学习成绩不好 体育几乎是他唯一可以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 少年周世明是怀着某种孤独的狂热开始练习拳击的 周世明与妻子显然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在儿子身上重演 在对待儿子爱好拳击的问题上 周世明显得极为宽松又坚持言诚 他没有觉得这是起步的 这是我们一开始没有经验 对于他 他总觉得包括这个就是游戏 我说学院过来 然后这个游戏跟爸爸只能跟爸爸玩 必须说开始了以后再玩 因为你不敢开始的话 不知道他哪一分钟那拳就过来 出手非常坏 有时候我们大人像我还练过的 我不是非常注意的时候 有时候他突然来一拳我 我就挨上拳了 对所以说真的还是对圈圈要有个正确引导 然后这样才能说他身上的力气不要去上海 所以是想把他培养正确玩吗 他喜欢什么或者是不喜欢什么 都由他决定 但是真正他如果选对一样的话 我就说你必须要坚持 你不能单独而非 你不能说玩玩就好 因为我达了20年的圈 每天都在冲出一件事情 如果不坚持 没有执着的话走不到今天 所以说我一定要教育他 你一定要走到最后 不要走 无论是节目里还是在生活中 周世民变了 他说因为工作 他失去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他对妻子和孩子都有愧疚 他很坦诚地承认 曾经的自己将拳击赛事的名次看得十分重要 他和许多中国专业运动员一样 有金牌强迫症 如今金牌被周世民放在保险箱里 已经很久没动过了 他反倒是放下了 就是他会觉得我这个过程 我这个追求的过程我已经体验了 他常常给宣言说 就算爸爸输了又怎么样 没有永远的冠军 可是有永远的英雄 我觉得每增长一年 我对拳击的认识 又好像超越了一次 以前我拿第二名都是四百人 但是我现在我拼了二十年 然后我才知道 有一天你总归是会被对手给打下去 你不可能是永远永远的拳王 然后你总归会有老的一天 你总有新的新生代 把你担心的内心 改变不只在于胜负观 参加爸爸去哪儿之后 周世民变得更加理解妻子 在采访中他敞开心扉 讲述了自己对妻子的亏欠 更表达了自己对家庭生活以后的构想 我从结婚 然后我都是结婚提前一个礼拜 然后才回到家里面 然后我的朋友家人全部管 婚礼的时候 我都安排好了 我穿上新郎官的衣服 然后去接亲 然后结婚 然后结婚 结完以后三天 然后我就走了 连蜜月都没带她去过 我现在也慢慢的懂她的心思 所以说现在有孩子 她还没有 不是很大 然后他们再大一些 我们需要让爷爷奶奶和姥姥 他们照顾一下我们 带着她 然后再救我 帮我们两个人 儿子也多了 那你有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吗 很少 现在我基本上想不起 因为这些年 也没有太多跟她的一些浪漫的 然后她就这样平平淡淡的 还蛮辛苦的跟着我们到处奔波 对 就这样 今天邹世明在工作的间隙中 终于拥有了一段难得的亲子时光 为了给今天一天的游玩留下个纪念 爸爸妈妈带着萱萱和弟弟 要来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做的 邹世明和哥哥邹明轩组成明轩队 妻子萱萱萱和弟弟周明浩组成影浩队 两队进行比赛 平身做 好不好 好好好 可以 好不好 我们做好了 我们做好了 我们要在上面换换换手 一生的眼睛吧 咖啡 这是萱萱 她专门为你做的 上面还写了你的名字 咖啡 送给你 旋转木马 游乐场的一天即将结束 就像每一个孩子对旋转木马 都有着满满的向往一样 萱萱拉着爸爸向旋转木马飞奔而去 旋转木马转着幸福的圆圈 陪伴是父母能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 而成长就是孩子回馈给父母最大的惊喜 你将离场 我也只能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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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